网购的巧克力球打开来看民众吓了一跳 巧克力表面布满白色斑点 还有些许裂痕像是变直了 味道更是怪怪的 另一个口味看起来也不对劲 颜色泛白像是裹上一层白色粉末 徐小姐在网购平台找韩国代购卖家 依次买了十几包 看到内容物认为有食安疑虑 根本不敢吃 但卖家却解释味道没异常就没问题 只是外观不完整 反向是天气热导致巧克力双化现象 巧克力如果表层出现 就是一层灰白色的一个脂肪 或者是颜色变浅的话 那这个叫做直霜也通常都叫做双化 那通常是存放的温度温差过大所引起 巧克力产生白化现象 进而影响口感 但不会有卫生疑虑 可若是气味有问题 则就代表不新鲜 不过民众更怀疑 自己是买到仿冒品 品名与超商不同 台湾代理商回应 近期将包装品名改为可可球 巧克力球是旧款 但也强调为了避免巧克力白化现象 只有在超商实体通路贩售 网路上会在卖 很可能是民众趁打折囤货再转手 建议民众还是切勿在网路购买 来路不明的食品 避免吃出问题 求偿无门 散热熊将包装 可不许是台北层不得